小看的在考你对法条熟不熟 所以我们讲这种重点法条 大家是一定要 很好的掌握熟悉和了解的 我国宪法规定 哪规定的呀 就是我刚才讲的宪法序言规定的 全国各族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 A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这是对的 B 以宪法为基本的活动准则 这是错的 宪法不是用的这个词 C 负有维护宪法尊严的职责正确 D 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正确 对 所以这个你只要熟悉最后那个法条 这个题你就能选出来 ACD 第七题 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怎么定 这也是直接考法条 考的就是住宅权这个条文 那么这个大家特别要搞清楚 我们也专门强调过 住宅权的客体 并不是住宅的财产利益 住宅权的客体 是生活的隐私与安宁 所以侵犯住宅权并不是直接去摧毁 住宅的财产利益 如果直接摧毁的 或者贬低的 是住宅的财产利益 那侵犯的是这个公民的财产权 而不是住宅权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 我们讲住宅权是放到哪儿讲的 是放到人身自由这个规范里讲的 我们讲过广义的人身自由 在中国宪法上包括四个权利 第一个是行动自由 第二个是住宅权 第三个通信自由与秘密 第四个是人格尊严 第四个人格尊严 就是37383940 这四个条文 37383940 这四个条文 所以为什么把住宅权 放到人身权里面去讲呢 而不是放到财产权里去讲呢 因为我们保护的 不是它的财产利 保护的是生活安宁 人的尊严和人的隐私 就是我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随便进来 你随便闯入 随便打扰 那你是对我的尊严和隐私的侵犯 所以这个题目呢 A选项是不对的 拆除公民的住宅 这侵犯的是它的财产权 因为你直接破坏的是财产价值 搜查公民住宅 这个侵犯的是住宅权 住宅的隐私安宁 侵入公民住宅 同样也是 非法的侵入 所以宪法原文规定 是禁止非法搜查公民住宅 和侵入公民住宅 B和C是对的 侵犯公民住宅不对 太笼统了 侵犯公民住宅 它有很多形态 你拆除它的住宅 也是侵犯了它的住宅 那侵犯跟侵入是不一样的 所以宪法 明确用的是侵入 它强调的是 你进入到这个隐私的部位 进入到了这个私生活的空间 所以第七题答案呢 应该选B和C 选B和C 这个题也是一道真题 也是一道真题 我们原来考过 拿过来就是直接 让你再看看 它是怎么去考我们这个法条的 怎么去考法条的 第八题 第八题 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这种题属于常规考点 这讲不讲你都应该去背 都应该去记 这个背和记呢 一定要以我们的这个 宪法条文本身 作为依据 一定要以这个作为依据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他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哪些职能 A 解释宪法和法律正确 这是我们宪法明确规定的 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 都配置给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是对的 B 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制度 这是错的 这个权利啊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这是宪法第31条 宪法第31条规定的 C 监督宪法实施 正确 我们前面讲了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都可以监督宪法实施 所以他们都能行使 撤销权 都能行使撤销权 这就提醒了 他们都能监督宪法实施 D 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部分地区的戒严 这有两个地方错了 第一呢 这个戒严不是我们现行宪法规定的 我们叫进入紧急状态 没有戒严这个表述 对吧 没有戒严这个表述 第二呢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 是在国务院 而不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这个D选项横数都错了 对吧 你只要能看出一点 你都可以把它排除掉 第一个的不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 没有戒严这个表述 第二个即便讲到以前戒严 决定省以内部分地区的 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是国务院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呢 应该选A和C 应该选A和C 第九题 国家主席可以主动行使的职权市 这就是我一开始给大家谈到的 提到的 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 是一个考虑很多的 大家不但要记住 他有哪些职权 关键是记住 哪些是他可以主动行使 哪些是他只能根据 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决定来行使 这个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那么根据04年宪法 修改后的规定 能够主动行使的 不需要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来决定 的是进行国事活动 接受外国使节 这两项 所以答案是A和B 就是进行国事活动 接受外国使节 这两项 是不需要根据全国人大 和常委会的决定的 那么其中C选项 任免驻外使节 这个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公布法律 要经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决定 因为法律 全国人大有可能制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可能制定 谁制定的 就根据谁的决定 再颁布国家主席令 所以第九题 答案应该选A、B 选A、B 第十题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下列 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权利中 哪些不属于公民 可以积极主动地向国家 提出请求的权利 哪些不属于 那么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叫消极权利 一类叫积极权利 消极权利是指 只要国家不作为 这个权利就能实现 积极权利是指 这个权利的实现 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 国家如果不积极作为 这个权利就没有 所以 在我们的这个基本权利里 典型的消极权利 一般是指政治权利 人身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内容 那么还包括一个 就是财产权及继承权 因为公民的私人财产 以及继承 它并不是国家直接给予的 是吧 它是根据一定的分配制度 公民自己享有的 或者继承来的 所以只要国家不侵犯 不干预 它就能够实现 所以这个题目 B和C是对的 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的实现 都必须要有国家积极的作为 你要提供教育的经费 教育的资源 劳动权你要创造劳动的岗位 你要创造劳动的条件 所以A和D不对 B和C是对的 不属于它基础主任向的 提供权利的 是财产权和继承权 第一题 下列选项 不违反我国宪法平等权 要求的情形是 那么这个平等权 是一个我们 在基本权利的考察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把它的 相关的考点总结一下 首先 这个平等是什么意思 那么按照一般的学理 按照哲学上的讲法 或者政治学上的讲法 平等包括形式平等 和实质平等两种 实质平等指的是结果的一致 就是通过一个行为 大家得到了完全一样的结果 所以实质平等又叫结果平等 而形式平等 它不是弦调结果平等 它弦调的是过程 规则和机会的平等 我是不是断一定的规则 这个规则本身合不合理 这个程序过程合不合理 这个机会公不公平 至于结果是不是一致 并非追求的目标 那么在我们法学的思维里 结果平等是不可能的 因为法律 它是人定的 不是上帝定的 它不可能跟每个人 完全一样的结果 你说我有受教育权 我们都要考同样的分数 我有劳动权 国家必须给我同样的岗位 同样的报酬 那法律做不到啊 所以我们讲啊 宪法上理解的平等权 这个平等是指形式平等 那么在这个形式平等里 最重要的就是规则要平等 那么如果我们说宪法 不是追求结果平等的 那么就意味着宪法允许 结果是可以有差异的 所以并不是结果有差异 就叫侵犯了你的平等权 而是这个结果差异的 这个标准 这个规则一定要合理 所以我们讲 宪法上的平等是什么 是合理的差别对待 是合理的差别对待 它并不是不允许差别对待 它只是不允许 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为什么它允许 这个合理的差别对待 因为宪法不是追求结果平等的 我们讲了 所以它允许区别 允许张三 李四 王五 在这个法律上它不一样 但是你为什么把这三个人分开呢 你这个标准要合理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讲的 第一个原理 就是怎么判断 宪法上的这个平等 到底有没有被违反 它不是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而是看 有没有合理的区别对待 有没有合理的区别对待 那么第二个呢 原理呢 就是平等权的拘束对象 那么根据我们宪法学的通说 大家要了解 平等权拘束的 宪法上的平等权拘束的 一定是国家机关 这个平等在社会里面 也有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 一个民营企业 它有可能只招男不招女 对吧 它歧视你 那你能不能讲 这个民营企业违反了你 宪法上的平等权 没有 它违反的是劳动法上的平等 用功的平等 你不能追究它的违线责任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平等权的规范对象 它是国家机关 这是我们 从英美法系 到大陆法系 都坚持着通说 绝对没有一 就是通说 它一定拘束的是国家机关 那么拘束的是什么国家机关 按照德国法的讲法 是立法 执法 司法 一切国家机关 国家权利 就是立法者立法的时候 你不能有歧视 执法者执法的时候 你不能有歧视 司法者审判的时候 不可以有歧视 它拘束一切国家机关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两个原理 那么这个题很好做 首先一眼望过去 B和C直接可以删掉 因为他们不是国家机关 它可以侵犯你 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 你比如说我们的就业促进法 也规定了就业要平等 但是它不会侵犯你 宪法上的平等权 这个题目讲的是 宪法上平等权 宪法上的平等权的拘束对象 一定是国家机关 所以大学 这不是国家机关 民营饭店 这不是国家机关 是国家机关的 是A和D 那么我们再看看 A 自治县县长有实行 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这个的确是国家机关 他也的确做了一个区别对待 就是这个行政首长 只能有本地区的公民担任 那么这个违不违反 事务的内在规律呢 它不违反 因为民族区域自治这个事务 它的内在规律就是要让 我们当地的聚居的少数民族来自治 所以由当地的聚居的少数民族的人 来担任行政首长 这是有利于自治的 它是体现了自治的 它是符合自治的 所以A选项虽然有区别对待 但是它没有构成骑士 它没有构成骑士 所以A它要选 B C也要选 因为它肯定它主体 那是什么呢 它这样不违反吗 你看我们前天 昨天8月8号 8月8号前天 我们的内蒙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于正森主席率了一个浩大的代表团 去发表重要讲话 那内蒙能够治理的这么好 内蒙是我们少数民族几个自治区 包括青海在内 青海不是自治区 但它也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汇集区 那是治理的最好的 其实它的战略位置是最重要的 离北京最近又临着外蒙 但是这些年来 你听说过内蒙出现问题吗 没有提醒过 新疆西藏你可能都有问题 多多少少 青海的问题更多 只是没有暴露出来 没有公开讲 那内蒙为什么治理那么好 它就是这个民族干部政策 是用的最好的 用的最好的就是内蒙 它能够保证 充分的体现这个自治的精神 充分的守望相助 按总数据的话来讲 实现民族的团结和融合 这个它根本不违反平等 相反是促进了平等 但是地选项将 某中央国家机关将具有 北京户口作为招路公民的条件 这个是违反了现犯平等的 因为招路公务员这个事物 它的内在规律应该是得财兼备 而不是以地域 作为一个招路的要件 不是说从哪来的人 他一定得财兼备 你没有这样的规律 所以一个人得财兼备与否 与他这个地域是没有关系的 与他有没有户籍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D选项 它违反不能选 所以正确答案是123 ABC A是因为它符合实质要件 BC是因为它符合形式要件 它不是公权力机关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提醒 多项选择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简答题 简答题 很多同学答 但是都是觉得答得很好 但是得分不高 是因为大家还是要掌握 答简答题的一些方法 和一些规律 或者说套路 那么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了 简答题千万不要连篇累读 不要答得太细 不要答得太多太密 因为没有人会看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答题的时候 你要站在一个阅卷人的立场来想问题 就像我们写文章不是写给自己看的 写文章是写给读者看的 答题同样是这样 答题不是自己答得爽为追求 答题你是要设想阅卷人能不能看得爽为追求 我们在阅卷的时候 但凡看到密密麻麻写的还用尺 还描那种阁 划得东一道西一道的 这种直接就怎么立了 就不想看了 最高兴就是看到它一个字都不答得 特别好 太省事了 一个零划上去 非常爽 当然不让大家追求这种极端的效果 讲往也不能过正 但是简答题第一个就是你必须简洁 必须简洁 不要追求细节 因为言多必失 况且也没人会看 第二就是简答题 一定要答通说 不要答自己的观点 除非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题怎么打你去编 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总得写点字 否则的话简答题一定要答通说 要答我们最基本的那些内容 第三就是特别要注意眷面 这个的确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月眷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这个眷面很糟糕 字很潦草 这个一定会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 一定会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 因为这个你增加了月眷人的这样一种视觉的疲劳 增加了这个月眷的负担 看到这个字迹比较娟秀的 比较清晰的 比较流畅的 自然而然都会多给几分 都会多给几分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一下月眷现场 当然这个永远不可能 你想象一下 你就知道你们的分数是怎么给出来的 所以我经常 我们学校是比较宽容的 就是一般来讲尽量的话 就是说多给大家一点分数 因为你要考不上年轻调剂 把这个不及格率 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比例 因为老师们你自己做不到 你认认真真去看他每一道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应该是 即便当你随意的时候 应该随意往上走 不是随意往下走 让这个分数 但是的确 的确是非常快的 大家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月眷的时候 肯定不是在想你这个答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字迹 眷面很重要 说实话很重要 那么这是我们首先从方法论上的 给大家有一些简单的指引 就是说因为月眷 法学硕士的题 越了这么多年 我们也都很清楚 那么这个如何理解第一题 如何理解宪法 是我国的根本法 那么这个题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常规的一个考点 但是大家呢 要得到满分呢 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这个简单题给分 它都是裁点给分 是我们的初题人 事先会拟定 得分要点 把这个比如说十分八分的 分成那么三个四个要点 那么月眷人也没有权利 在这个要点之外去给你分 就是你踩中了这个点 我就给你这个分 你没有达到这个点子上 也许你实际上达的 可能比这个点还要好 对不起 我也不给你分 因为这是为了限制月眷人的权利 这也是为了限制月眷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这个答题 其实已经套路化了 因为这个踩点都是有套路的 你比如说这个题 第一个点 要我来你答案 我们同行肯定都是这样的 首先要求你解释 什么叫根本法 你没有解释根本法 你直接就上来讲 为什么限制月眷人是根本法 这两分肯定给你扣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于简单题来讲 题目里面 如果有一些专门术语 专门概念的 一定要先解释这个术语或概念 这里一定有分 这就是得分点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大家都背的差不多 有的人分数高 有的人分数低 有的人他就有考试的感觉 他就能把这个踩位 给你踩住 有的人就只能死背出 背了以后 扬扬扎扎打一堆 都没有达到点子上 这个徒增辛苦 所以这就是说 第一个你首先解释 什么叫根本法 你只有知道什么叫根本法 你才能知道 为什么宪法是根本法 所以初题人要求你 回答根本法 这个没有错 这一半就是给你两分 那么根本法 这个当然你可以用自己的话 来简单的讲 就是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 具有最高法律效率的 这个规范 我们就叫根本法 它具有最高法律效率的 规范就叫根本法 首先讲完这个 接下来再答 那么中国宪法 为什么是中国的根本法呢 三点 对吧 三点 言简一干 第一点 从内容上来看 它具有根本性 第一点是内容上来看 它具有根本性 因为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 和根本制度 或者你讲 规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任务 与根本制度 这都没问题 因为社会的根本制度 也是宪法在总纲部分规定的 那么其他的部门法 你是不可能规定这个东西的 你民法也好 刑法也好 当然在我们生活中 都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它不可能从整体上 从根本上 去规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 任务与制度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么讲完这个要点 简单的用一两句话展开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靠你自己去组织语言 那么第二个呢 它也是根本的行为依据和规范依据 实际上这就是在讲 它为什么效率最高 因为第一 它是根本的行为依据 第二 它也是根本的规范的依据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讲 一个大家讲的 一个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 它最高 一个是在行为活动中 它是根本准则 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展开一下 对吧 就是根据宪法的 有关规定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顺便提 在阅据的时候 一般我们不会要求大家 在涉及到法条的情况下 把这个法条都完整地写出来 甚至写出是根据宪法的第几条 这个不需要 对吧 你只要说根据宪法的 有关规定就行了 这个阅据的时候 不会那么死板 同时也不会去看你到底是不是把这个法条 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了 比如说第五条 宪法序言 这个不会的 这个不会 你都能弄出来 那说明你作弊了 对吧 你不然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么清楚 那不可能用那个能力 一般的考生 那你根据有关规定 第一个它是我们的行为的 根本活动政策 对吧 那就是前面我们也到选择题讲了这个 这个话 对吧 全国各族人民 一切国家机关 武装力量 政党 启示业组织 都要以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政策 这说明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第二个呢 在规范体系中 它也是最高的 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规章 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相违背 违线的行为 都必须得到纠正 那么讲到这就可以了 第二个要点就讲完了 这说明它是最严格的 它是规范上 行为上 它都是最高的 第三点 它也有最严格的制定修改的程序 它比起普通的法律来讲 它的制定修改程序 也是最严格的 那么这里你可以重点谈一下 它的修改程序 因为这是宪法条文 明确规定的 比如说 修改宪法 它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或五分之一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 并且经全国人大代表 以全体代表数 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才能通过 所以最后有一句话 总结综上所述 宪法在我国 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 在效率上具有最高性 在程序上具有最严格性 所以它是我国的根本法 所以这就是一个 拿满分的答案 你把这些要点都 估计到了 那么这个题 就会给你满分 所以这是第一题 那么这个第一题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需要很好的掌握 很好的掌握 第二题 同样还是考宪法的基本理论 那么也是在我们历年的 真题也好 历年的这种 各种考试教学也好 都是经常以简答题的形式 和大家见面的 就是宪法监督体制 及中国的基本内容 那么实际上 它是要你把世界范围内的 基本体制回答一遍 然后再重点回答一下 中国关于宪法监督 是怎么规定的 那么这个题怎么答呢 还是刚才那个套路 首先解释什么叫宪法监督 就像刚才讲 首先解释什么叫根本法一样 你连宪法监督 你都不解释 你接下来答的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套路 所以我讲了 在简答题里 但凡有基本概念的 基本术语的 一定要先解释 这个概念和术语 宪法监督 它就是一个专用名词 首先解释一下 那么什么叫宪法监督 这个呢 阅卷人也不会说 让你一定要按 某一个教材的话去讲 你用自己的理解 讲出来就可以 那么按照我们 宪法学界的通说 宪法监督 无非就是 依照法定程序 对是否违反 宪法的行为 进行判断 并对违宪的行为 进行纠正的一种活动 这就叫宪法监督 所以宪法监督 这个概念 从通说上来讲 就是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审查 一个是纠正 审查是看你 到底有没有违宪 纠正 是发现你违宪以后 对你进行 弥补 救济和制裁 所以它就是 按照特定的程序 有群机关 对于特定的行为 是否违反宪法 进行判断 并对违宪的行为 进行纠正的一种活动 这个就叫宪法监督 所以你这个 首先要把这句话写出来 这句话写出来 肯定就给你两分了 老师一看 有这个地方 就给你分了 那么接下来才是 直接回答 这个题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 一般性的宪法监督体制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宪法监督体制 在世界范围内 有三种体制 三种体制 或者叫做 三种模型 三种体制 那么第一种体制 我们叫做 立法机关的监督体制 就是由 享有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专门监督 其他国家机关 是否违反了宪法 当然有哪些 什么典型的国家 这个作为考试 在答案里面 是不会做要求的 你说比如中国也可以 你不写也可以 第二种 我们叫做 普通法院的体制 普通法院体制 那么也就是由 这个普通法院的 最高法院 它来集中行使 宪法审查的智能 来判断 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 是否违反了宪法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我们说 就是专门机关的 监督体制 那么有宪法委员会 和宪法法院 作为代表 它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要对于 是否违反了宪法 交给这种专门的机构 进行判断 交给专门的机构 进行判断 那么这就是讲了 第一问 那么中国的基本内容 那么根据 根据我们的归纳 你至少要有 这么一些要点 第一个就是依据 中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到底是 什么 是谁确定的 那么这个依据 你至少要打出来 根据宪法规定 是由全国人大 其全国人大常委会 来监督宪法的事实 这个你至少要 要能打出来 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 同时呢 根据宪法序言的 有关规定 那么宪法 是一切 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的 根本的活动准则 一切规范性文件 也不能与宪法 相抵触 相违背 所以 宪法监督体制 在中国是有 明确的宪法依据的 这是首先你要讲 它有依据 那么第二个 讲方式 那么方式 我们主要有 四种方式 我前面讲了 包括撤销 批准 备案 改变或撤销 当然你也可以 你如果不了解 这四种 你也可以直接讲 我们主要是两种方式 就是事后监督 和事前监督 你这么答 也不会扣分 你答那四种 也不会扣分 它是一回事 只不过一个是概括的 一个是列举的 当然一般来讲 你就答第二个 就是中国宪法监督的方式 包括两种 一种是事前监督 一种叫事后监督 那么这个事前监督 它你简单的解释一下 因为简单题 你要解释一下 你不能光就写这个词 那么所谓事前监督 就是可以在规范性文件 或者公权力行为 还没有发生效率之前 由有权机关 一定的形式进行监督 比如说我们对于 四字条例 单线条例 就是在你没有生下的 就可以先批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事前监督 那么事后监督是指 当规范性文件 或者有关的公权力行为 已经生效之后 由有关的机关进行监督 所以我们讲的 这是第二个 你要答的 第一个是依据 第二个是方式 第三个是对象 第三个是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 也就意味着 我到底监督谁 那么你可以讲 根据宪法 及有关法律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有权地方人大 及常委会 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地区 制定的自治条例 单行条例 经济特区法规 两高的司法解释 以及规章 都属于我们进度的